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完了 字幕志愿者 江雪宁 如果今日你来找我是为了这件事 那我可以马上告诉你我的答案 我不答应 你走不了 先生志向高远 是天上云 学生浅薄短视 乃地下泥 燕雀未知鸿湖 下重不可与兵 凡俗之辈尽其一生 也不过只求安生二字 还请先生高抬贵手 高抬贵手啊 你惦记公主 挂心烟灵 千禧张遮 顾念游方盈 他们需要你 所以你就可以什么都不顾向他们奔赴而去 为何到我这里就只剩一具高抬贵手 时至今日 在你心里 我到底算什么 先生今日刚经历过大战 必定疲累 是我不好 不该现在来问这些 还是改日再说吧 你又想逃避 其实你什么都知道对吗 你知道我的身份 你知道我身上背负的恨 你也知道我对你的心意 可你一直在装傻 一直不敢面对是不是 难道是我之性情 我之目的 让你生业 害怕 想逃 好 我对你本就毫无心意可言 你让我面对什么 你说我让你面对什么 你是觉得我真有那么蠢 还是说觉得自己藏得真有那么好 若当真毫无心意 几度生死为何不弃 你敢指着自己的内心再说一次 当真 毫无心意 你就这般气不坏 这般胆小 事都不肯 事上一次就要当明镇头 随你逃到天涯海角 但我告诉你 无论你逃到哪儿 我都能找到你 谢绝 事间事并非强求就能有结果 不过是互相折磨 苦果亦是果 亦是果 你到底在怕我什么 仿若你杀过我呢 杀过我呢 好 爱交换另一半值得 以为放手是回忆 最好的选择 借我一缕风去追逐 解不开的梦 却飘散在雪落时刻 在雪落时刻 难以为放手 杀我 杀我 你放手 你放 你放手 现在可以不怕我了吗 是最终却不开的梦 解决 你这是个风俗 江姑娘 学长 副业 接着 先生 你没事吧 先生 你没事吧 你呢 你千里迢迢随她来 对他又是什么心意 苦果亦是果 宁爱 你究竟在怕什么 你告诉我 你到底在怕我什么 是你 好啊 本王如此看重你 连你的背叛都能原谅 没想到 你 你竟然酸几乎 你竟然是我 蝎薇 蝎 蝎薇 本王给了你重生的机会 可本王却忘了你是你薛家的血脉 你跟你那个爹一样 王恩负义 一样卑鄙 我身体里不仅流着薛家的血 还流着燕家的血 燕家满门中烈 何曾有叛骨之人 好 没想到 我竟培养出了一只反尸的猛虎 但你还是太痴嫩那些 就算你今天 侥幸逃出这里 在境中等着你的 是无尽的炼狱 你还以为什么 宁儿 别害怕 你做得很好 小薇 小薇 学长 学长 给秦县的消息都已经传出去了 燕林应该能赶在端午之日来宫 端午宴上 我会联合雪定妃一起行动 一旦大起来 场面必定混乱 到时候你找个地方 一定操考 如果不是听到燕林 或者刀琴剑术的声音 千万别出来 听见没有 可是庄内高手如云 倘若失败 怎会败 有我在呢 若只有我一个人安全离开 即便我回去了 剑术他们肯定也不会放过我的 你是在担心我啊 你是在担心我啊 你忘记自己说过的话了吗 谢居安霍恐不会赢 但永远不会输 这个你拿着 你把刀给我了 你怎么办 我自有应对方法 利人在手 总好过两手空空 万一有点什么 能用来防身 谢大人命奴 将此物送来给娘娘 灵儿 怎么了 是我误会她了吗 为什么 放心 一定安全带你回家 你睡了吗 怎么了 那天 我说你曾杀过我 你为什么没有向我问个究竟呢 因为我不想知道 有秘密于我而言 并无妨碍 有些事问得太清楚 未必就好 你可真聪明 那你想说吗 我也不想 那便不说 可我 可我做不到像你一样 清醒干脆 其实 我有个问题 一直想要问你 什么 当年上京之时 你怀疑我知道了你的秘密 有没有一瞬间 曾想杀我灭客 没有 可你不是说过 不能让别人知道你的弱点 你这样杀伐决断之人 为何却不想杀我 因为你救过我 我知道你可能不信 可天地轰炉 终生鱼肉 我杀过 也利用和算计过太多的人 但是唯独你 是唯一一个 在生死关头没有抛下我的人 我一刻都没有忘记过 我不想对你亏欠 说了会还你 我就一定不会失言 谢绝 倘若端午宴上你真的死了 我也不会掉泪 我知道 所以你不能死 你这样的坏人 就该好好活着 好 看在你受伤的份上 我把床让给你 我怕桌上凑合凑合 不必了 你若不愿与我同床 我睡地上便可 你做什么 什么人 平南王派来盯梢的人 盯什么梢 你觉得平南王 为何将你我二人 关在一起 为何 平南王此人 信的是情犹欲生 今日你我在他面前的表现 已让他觉得 你我之前的确有点什么 但如果我们孤单寡女共处一室 却什么都不做 你认为他还会信吗 只会让他觉得 只会让他觉得 我根本无心缠绵 只是在思存着如何对付他 这样子 只会提高他的警惕 所以 所以呢 那是什么 凝儿 演个戏吧 演什么 就是谁啊 你 爹 相信我 只要他越相信我痴迷于你 越觉得可以拿捏我 你我就越安全 可现在已经是后半夜了 会不会不太好 要我帮你吗 不用你帮 我眼还不行吗 你能不能把头转过去 你为什么不敢告诉我你去见了张哲 你为什么不敢告诉我你去见了张哲 你到底在心虚什么 寻常偶遇而已 就是怕你多想所以才没说 寻常偶遇 寻常偶遇两个人就一起关了这么久的雨 我真不知道下雨有什么好看的 是陆路冷冰冰 粘在身上扫也扫不掉 雨漆一点点往身体里面钻 烧不留意就要染上风感 虽不至死 却是绵延不敬反反复复的难受不适 张哲你 雨到底有什么好看的 还是说你跟她 真的有这么多旧情可以续 谢居安 我不是你的龙中鸟 就算我是故意去见她的 我也没有必要同你解释 可你已经向我许了一号 姜雪妮 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既承诺了 我就不会放手 更不会让你有反悔的机会 姜雪妮 爱不顾善别 你是我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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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姜雪妮 我要你 从此照亮了 深远的距离 做什么决定 有什么意义 都深不由己 多想问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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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原因 我们错过的那些情节里 有没有珍惜 是否我和你 从此照亮了深远的距离 我和你 都想问问你 有什么意义 多想问问你 多想问问你 是我猜不出 是我猜不明的远迹 是我猜不明的远迹 曾经世界里 未来不过去 见明见过你 见明见过你 你们三个在做什么 怎么还不进来 走 爹爹 君子有状 是吗 您刚说过的 忘了 走 渐渐只是想念 花开满了的街 没有你的遇见 看一眼瞧起 等待冬季 慢慢留住回忆 忘了四季 没有了你 风吹很轻 吹落花开满一滴 吹动我心 月光下你的定音 是很动听 靠近的很深 世界停留在梦境 学下痕迹 鸡马屋檐的复兮 却又不停 你走得匆匆 始终留下痕迹 现在就快被抹去 混音 绕乱了我的 语气 我们的誓言 渐渐只剩想念 花开满了的街 没有你的遇见 可云烟朝起等待冬季 慢慢流出回忆 忘了四季没有了你 我刚写完正准备发给你 你别催了 我对你的速度啊 那还是有信心的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打算把你的年安如梦啊 出版纸质书 公司已经请了责编 来跟你当面沟通了 看看你在排版设计上啊 还有什么其他意见没有 人可马上就要到了啊 这么快 开什么玩笑 江小姐 我是你的编辑谢娟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给你帮我什么都不来购物 我永值得拥护你